万象街头有三多 寺庙多 和尚多 你知道这第三多是啥吗 老挝人出行不坐公交车 而是坐tooktook 我们在万象已经看到很多嘟嘟车 都是这样是斜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留给电视机前的您来猜猜看咯 老挝人啥都敢吃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呢 一种白色的小果果 老挝人民的骄傲 台颜可见 这只虎头标志究竟是什么 旅游新时空带您到老挝万象 寻找它的恩多 哈喽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收看由金星啤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刘莎 这一期啊 我们的节目呢 要带着您到老挝的万象 可是啊 我们不是去游山玩水 而是要走进万象的街头巷尾 好好地去搜紧它们的奇奇怪怪 品性当地的传统美食 这样啊 您到万象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成为一个万象通了 这部我们的栏目组呢 专门派了三个体验小组 分别是郡辉组 张芳组 还有大我组 让我们看一看 它们在万象啊 究竟都找到了哪些稀奇古怪的事 吃了哪几道色色小吃 走吧 赶紧跟着它们一起去好 出行方式多 到了一国他乡 当然要了解当地的交通工具了 这是必须的 不然呢 光靠两条腿 你可得累得够呛 可是在老挝 怎么也找不到公共汽车 仔细一打听 嘿 这老挝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 出租车啊 也只能在万象才能找得到 老挝主要的交通工具呢 有一种 当地人叫做tuk tuk 简称嘟嘟 Let's go 在万象坐都督车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坐在车上 可以吹着树树凉风 欣赏着沿途美丽的风景 说到都督车 就不得不说他的发行地了 都督车啊 其实是泰国人发明的 至今在泰国的大街小巷 依然能够找到 都督车穿梭忙碌的身影 不过在老挝首都万象 都督车得到了发扬光大 以至于谁也说不清 万象究竟有多少辆都督车 万象集中了老挝十分之一的人口 有条件开着车上下班的 毕竟是少数 而且呢 万象是一座平原上的城市 用不着爬坡上坎的 这样一来呢 马力不大又能多拉快跑的都督车 正好可以在万象广阔的天地 大有作为了 由于万象暂时没有公共交通 都督车就承担了这个重任 说他方便啊 倒也名副其实 但是说他便宜倒也未必 每公里呢要花上一千五百块基普 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是一块二 如果是五公里以上 就要花差不多十块钱 这和国内的出租车价格 已经是持平了 对大哥你好 你在这里开都督车有多少年了 八年九年了 八九年 你是祖籍是中国哪里的 广东朝阳 广东朝阳啊 对啊 那么你每天早上几点钟开工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收工呢 没有了十点钟的 早上十点 早上十点开始开工 那要干到晚上什么时候呢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高兴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 对啊 苏章勇还告诉我们 买一辆嘟嘟大概要花掉两千美元 他每天去的是 我们在外向已经看到 很多嘟嘟车都是这样 是斜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 它是斜的这一块 那为什么是斜的呢 有人说它是被压弯了 还有人说呢 它是前轮大后轮小 那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留给电视机前的您来猜猜看咯 当地人说啊 他们从出生那天起 就发现这嘟嘟车是斜的了 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不过这车身是斜的 倒是挺方便上下车的 还安全来着 您猜到了吗 你要是喜欢独来独往的话 我建议你去租一辆摩托车 因为在老窝骑摩托车 是一件非常时尚 非常酷的事情 虽说也有国家代口骑摩托车的 不过呢 据我们观察 年轻人才是万象摩托车 大身的中间力量 眼下万象年轻人中 最新的时尚就是 骑摩托车只用一只手 到万象旅游的老外 也太干寂寞 租辆摩托来半裤 虽说这骑摩托的方法 有些特别 万象的年轻人 更多的还是把摩托车 当作交通工具 而不是炫耀的资本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 老窝的气候全年 只分为旱季和雨季 一年365天 有一半多的时间 都可以骑着摩托车 来来往往 所以我们在万象 看到的摩托车 都是大同小异的 没有像哈雷那样 打扮夸张的 更没有把摩托车 弄得花里胡哨 装上音响 招摇过世的 你参观过汽车博物馆吗 如果没有 就到万象的大街上来吧 这里是一个活动的 汽车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特色 是老爷车多 万象大街上的老爷车 不一定都血统纯正 价格昂贵 看到这些年纪 已经超过40的汽车 仍然能够忠实地 为人民服务 你会觉得时空倒流 仿佛回到了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在万象的大街上 一不小心 就会有一辆甲克虫 闯进你的实现 原来万象市 共有50多辆甲克虫 其中的20多位车主 还成立了一个车友会 不时地交一些 养车用车的经验 这些车主 一定是像对待 自己的小孩一样 精心呵护着甲克虫 才让这些40多岁的小车车 能够认为一个片段 看了万象常见的嘟嘟车 还有不常见的老爷车 以及美式吉父 我相信您到了万象 也应该知道自己 要坐什么样的车了吧 那么您猜到 这嘟嘟车车身设计 为什么是乘鞋的原因了吗 有人说是为了方便上下车 也有人说是便于停靠 还有人说是因为老挝的 这个雨水太多 可以方便排水 我在这儿也不卖关子了 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人家老挝人自己也说不清 这车身为什么是设计成鞋的 人家都说了 这天天都坐着嘟嘟车 也没有觉得这车身是鞋的呀 不足为奇 您说吧 我看这八成是有人高低胖瘦 这车自然呢有平也有鞋的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看万象的街头 又有什么好的东西 这大我这次又发现了什么 在老挝我们体会到了 老挝人什么都敢吃 平时吃点生菜什么的 只不过是小菜一叠 一般的虫子更不在话下 我们到了虫市 放眼一瞅 哎哟 全是各种各样的虫子 这些老挝人可是吃新鲜的虫子呀 这大我也真不容易 这苦啊也只有他自个儿往肚里咽了 你知道这什么吗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臭皮虫 真的就是臭皮虫 老挝人什么都敢吃 这也造就了老挝美食的一大特点 品种丰富奇特 当我们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食物 首要的问题就是 选哪一种才最美味最经典呢 你瞧我们的美女主持张芳 带您到万象最大的菜市场 去看看老挝人都吃啥 对于想吃到地道老挝美食的您来说 做其选择题来不就游刃有余了吗 在这个叫通坎坎的万象最大菜市场 聪明的主持人发现很多食材相当的面熟 比如这个什么酸笋 芭蕉花 纵然张芳再见识多广 毕竟呢身在异国 难免被眼前奇奇怪怪的东西 迷住了双眼 这不 在这里张芳居然发现了万象菜市场的六怪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呢 一种白色的小果果 其实呀 这个很简单 这是我每一天都会吃到的茄子 这种白色的茄子在我们国内确实很少见 哦 还有这一种 这一种是当地的居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香菜 它会发出一种很香的味道 可以生吃放在嘴里发出一种很香的味道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呢 它会发出一种很苦的味道 也是生吃的 万象的居民很喜欢生吃很多蔬菜 这个 这些小紫子都是苦的 可是它有清凉的作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大盆呢 就是臭鱼酱 当地的居民非常喜欢用它来做一些生菜的配料 很臭哦 张张你可先别说臭 不知道你已经吃过多少了呢 要知道这臭鱼酱在老窝可是每顿饭必不可少的主要原料 闻起来臭 吃起来可香了 大家看到这一整片的木材呢 实际上都是槟榔 这个一捆的是槟榔的树皮 然后这个呢是槟榔的果子 这是新鲜的 配上这个青色的这个叶子呢就可以一起放到嘴巴里边嚼 就可以看到红红的东西在嘴巴里 比如说您看 这个地方啊总是有很多非常好看而且很好吃的热带水果 这个就是可爱的小香蕉 这个是什么呢 像不像我们的粽子啊 其实啊这个不是粽子 当地人称它为酸猪肉 是用猪肉做的然后发酵之后变酸了 他们说很好吃 我没有试过 毕竟风情不同 你吃也特意吗 烤香蕉 您吃过吗 让我来尝尝看 味道有点怪怪的 酸酸的 老巫人平时的饮食很简单 吃糯米饭 鲜鱼一些简单的食品 只有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宰杀猪牛羊 制作烤羊烤鸡香菜炒肉末 酸辣鱼汤 凉拌土瓜丝等美味菜肴来庆祝节日 逛菜市场 我们对当地饮食特点呢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可是当我们走进万象的鸡鸿巷美食 老巫的味道啊 迅速就变得立体起来 提起法式面包 那可是老巫人比较喜欢的早餐食物了 就连游客经过的地方 也会经常看到专门供应法式面包的面包店 而且味道啊 相当的地道 不过如果你离开这些面包店 走到街角处 一些不太起眼的小摊上 仔细观察 你就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现在呢 我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卖法式面包的一个摊子 那据说这个摊子呢 实在是在老巫非常有名的 那这个法式面包 跟我们想象的法式面包有点不太一样 它有在这个面包里面加很多东西 看到没有 有加肉的 加木瓜丝的 黄瓜的 还有香菜 肉松 等等等等等等 还有辣椒 因为我不要爱吃辣的 所以呢 我要让他给我做一个辣的一个法式面包 原来这也是一家卖法式面包的小店 只是这里的面包可不是配黄油和牛奶吃的 而是在面包中入香随俗的加入了许多当地人爱吃的蔬菜和调料 而且像这样的面包可不是当早点吃的 因为你只有在下午啊才买得到 您瞧把面包变成小吃 这算不算是老巫人的首创呢 所以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 他就把这个法式面包的三明治已经做好了 把所有的做的都放在里面 现在呢 他要在这个火上的稍稍加热一下 我觉得你们就有过分的感觉 绝对会更香的 等待一下吧 在老巫不论大街小巷 从路牌到烟缸遮阳伞 甚至是衣服上 总是能见到一个醒目的虎头标志 这就是老巫啤酒Bear Lau 毫无疑问 Bear Lau已经成为了老巫人的骄傲 当地人最喜欢就是他那股子山泉水味道的 他们喝Bear Lau就像喝水一样 谢谢你 如果您有机会来老巫的话 我推荐您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Bear Lau 到到老巫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喝这个品牌的啤酒 那么我是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 在这里跟您说一句实话 可是到了老巫之后 当我尝过Bear Lau之后 觉得它的口感确实不错 也可能因为这里气候炎热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Bear Lau 对于爱喝啤酒的游客来说 来老巫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除了炎热的天气之外 最主要是可以喝到Bear Lau 这种啤酒不仅口感成香 而且价格公道 有趣的是在街边的许多地方 你会看到大量的啤酒 四庙多和上波 万象不仅是老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 更是老巫人口最多的城市 奇怪的是在这里 你找不到城市的喧闹和嘈杂 处处都是那么的安静与平和 这里远离了时髦和危机 生活也就变得简单快乐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都纷纷慕名前往万象 虽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首府相比 万象算不上豪华 但你可千万别小瞧了 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城 它可是老巫几代王朝的都城 悠久的历史 给万象留下了上百座寺庙 万象的寺庙之多令我们称奇 我们从机场出来 不到一公里就看见了三座庙 如果你要去那里拜佛的话 那就得有受苦的准备了 一个接一个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寺庙多 和尚当然也就多了 在老巫的大街上 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和尚的身影 最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 每天清晨 庙里的和尚排成长队 在老和尚的代理下走出庙门 沿街列队 挨家挨户的托博画园 市民们也虔诚地早早起床 在家门口或者路边布施 施语的都是些吃的饭菜 据说是不能施语金钱的 和尚们化缘后 又为布施的人念经颂用 场景颇为奇特和壮观 百万富翁多 到了老窝 你总不能总是揣着一兜子人民币 到处跑吧 当然得用当地的货币 鸡谱 在我们去的时候 一美元换八千多鸡谱 一块人民币也能兑换 一千两百多老币 能够换钱的地方有不少呢 机场 宾馆 早市都很方便 哎呀 你看主持人手里捧着那么多钱 突然就变成了百万富翁 男主持人 我百万块 给你一百万 老窝的高楼不多 洋房可不少 而且全都是法国式的 那么在这里呢 你可以随着我手指的方向 就可以看到 法式建筑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就是在前面这是法式建筑 但是旁边呢 这是一个老窝的常见的寺院 在老窝这样情况很普遍 也就是说呢 法式建筑已经完全融会到了老窝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 这些法式建筑的数量 那叫一个多 有的呢已经利用起来了 还有不少呢 闲置在那里 看了会让人心痛的 在老窝众多的法式建筑中 有一扇雄伟的门 那可是老窝的标志性建筑了 您是否觉得它眼熟呢 还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呢 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是一个双胞胎的聚会 这是一段奇异的旅程 2011年第七届末江国际双胞胎节 即哈尼太阳节 五月一至春餐起目 云南卫视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 邀您共赏